兩名員警走上前 結果眼前的紅色轎車 突然冒出陣陣白煙 嚇得員警趕緊倒退 但在車上還有人 趕快上前查看狀況 到底發生什麼事 只是員警這麼問 這架式座的男子似乎有點恍惚 無法好好回答 狀況十分詭異 結果繼續詢問之下 才知道駕駛實在是太困了 只好睡在轎車裡 卻被附近鄰居 誤以為是有人要飆車 案件發生在新北市的三峽 這名34歲的白姓駕駛 是名鐵工 當時準備下班回家 但因為48小時沒有合眼 就怕危險駕駛 趕緊停靠路邊休息 但是他睡著後 沒意識的還踩著油門 空轉之下發出巨大聲響 嚇壞住戶趕緊報警 警方見狀立即拍打叫醒 該名男子 並迅速將汽車熄火 避免發生火燒車 那同步通報119救護 累到把車停在路邊 還猛踩油門 員警趕緊把人帶回派出所 讓他休息 只是這回原本以為是出勤 要抓飆車族 結果到場才發現 是駕駛累壞了 睡在車內 還好是烏龍一場 TVS新聞成人物新宴 新聞室報導 請支持TV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視頻》 讓您看見 總共有的 小鈴鐺 全世界 中文 座 聖地